好,我给一个例子 考虑正义的函数 好,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例子呢 就是说如果F它是假设F它的方向都输成的存在 但是呢F在零不可挡 也就是在零不连续 就是它的方向到输 Directional Derivative 方向导数在零这个零相量 它在零相量的所有方向导数都存在 但是呢它在零是不连续的 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合理的这个定义 对于可谓的这个定义 好,那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这个 方向导数了 零加TU-F0T 首先这个U肯定不会为零嘛,对吧 U不等于零,U不等于零相量 F0加TU-F0 它是你直接算一下 根据我们给的这个十字里,你直接算一下它其实是等于 H 嗯 然后U等于H OK No U等于H K 一个二维的相量 OK 那你这样子直接算的话,它就等于H方K K T方H 4次方加K方 OK 那么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 F 它的零的方向导数 它要么等于 H方K 如果K不等于零 对吧 如果K等于零的话 如果K等于零的话 如果K等于零的话,上面两边都是零的,就 就 都消 上面就是零 OK 好 也就是说 都存在 对吧 我们证明它,它都存在 我们都存在 但是我们现在要证的是 它的零处不连续 OK 那这个怎么证呢 我们就先看 嗯 嗯 我现在连续的话 我们肯定需要有什么 对吧 F0等于零 根据我们的定义 想用V曲子里面说F 它是等于零 好 那么 我们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 就是说 在零 这一个零域内 就是零哈 在零 任意任意 因为Epson 都有一个这个DELTA 这个 这个 都有一个这个DELTA 也就是说 对于任意的 这个V属于这个DELTA 我们都有F V 这个NORM 效率 Epson 其实选 选这种 选这种 我们说的是SUPERNORM SUPERNORM 其实它都是一个正方形 OK 到F V 小Epsilon 但是呢 但是呢 But When V 它是等于向T T方 当V是 就比如说 我们就是说 当V 它是 当V V在这个红线上的时候 就是这个T T T方 就是这个 抛物线上的时候呢 因为 对吧 你这个抛物线 肯定进入圆点吧 它如果 它是在红色的线上的话 我们有什么 F V 等于 FT T方 你把TT方都带进去 T T方 HK T T方 它就等于 它就等于 嗯 这这这这 TT方 那就是 嗯 T方 乘 T方 T 4 加 T4 那就等于二分之一 对吧 它 它就等于二分之一 所以它 它这个是一个固定的值 它这个是个固定的值 也就是它并不能满足 Epson Delta 这个语言 对吧 那么它就不连续